说一鸣爷跟尤韵宫一样是无主有魂 这个是客家人的耻辱 我讲所谓尤韵宫、所谓万善爷 就是战争里面牺牲的 一鸣军回师的时候没有挂黑部的 挂黑部的大概都是参与异军的 简石回来的中海击挡在这里 那尤韵宫、万善爷是善心人士 把因为战争过世的这些 把他急仗起来 所有台湾的敏克戒斗、张权戒斗 什么所谓的戒斗在当年开发 大家很开发的苦难的阶段 只为了一样原因叫做增水 增水源灌溉 开辟他的土地要种植这些农作的时候 增水产生的 那最后我告诉他们 林爽文本身也是客家人 福建平和的客家人 那怎么叫敏克戒斗 那我们是广东饶民的客家人 怎么叫敏克戒斗 增水 增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